大家好,我是希杰 又到周末了 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这段时间 两个美国居民的杂志 分析了2023年7月份到2024年7月份 整个房市的预测 我看了以后呢 我还是觉得蛮准确的 所以我今天利用周末的时间 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 大家也知道这段时间 不管是我们的华人媒体 还有我们华人的经纪人 带人看房的时候 也都是一房难求 看房的朋友真的很多 同时这个我们华人的报刊 也就是说 哎呀,现在很多的中户的买家 现金的买家越来越多 并且他们现在买的房子 都是百万以上 还有的朋友说 哎呀,你看看巴菲特 他又压中了 整个把八个多亿的钱 都压在房地产的投资上面 哎,又赚翻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 哎,美国的贼弱 这个房地产的网站呢 他也调整了整个美国房地产 2024年他会涨到6.5% 哎,还会上涨哦 当然更多的朋友亲身体会啊 现在真是买房啊 真难啊 你看看啊 一个offer 两个offer 十个 50个offer都有 但是呢,很多朋友知道了 等到这个房子他抢不到 在45天以后 再看这个房子 哎呀,都是加了十万 十几万 完全让我们很多的买家呀 就止步了 进入不到这个房地产市场上面去 为什么呢 房源有限 利息很高 还有什么 现在的经济真的不是很好 好,我现在跟大家来 好好的分享一下啊 这两篇文章是怎么样来预测 2024年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我想很多的朋友 针对于这两个报告呢 一定有你自己的经验 跟你的心得 所以呢 也请你在我视频下方的留言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的观点 让我们在未来买房 卖房 在投资房地产中间呢 哎,学到更多技巧 好,我们来看一看 Zero的报告 近年来 美国房地产市场 一直是朋友们热切关注 跟猜测的话题 房地产行业知名企业Zero 大胆预测 到2024年7月 美国房价将大幅上涨 6.5% 哎,6.5的上涨啊 在做出这一预测之前的几个月 Zero房屋价值指数 追踪了美国房价不幸出现反弹 还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种复收归因于有限的库存水平 推动的强劲需求 也就是市场上面房源很少啊 超过了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的影响 所以你不管是你的经济差也好 利率涨得很高 哎,你的房源有限 这是一个致命伤啊 随着美国房价持续反弹 Zero不断上调房价预测 最新修正预计 2023年7月至2024年7月期间 美国房价将上涨6.5% 超过上个月预测的6.3%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凯斯·希奈指数 自1975年以来 美国房价历史平均年增长率为5.5% Zero居房经济学家解释说 尽管抵押贷款利率仍然很高 但有限的呆售库存房源继续推高房价 他们强调 7月份挂牌出售的房屋数量 略多于2019年7月的一半 你想一下啊 2023年7月的放到市场上面的房子 只是2019年7月的一半多一点点 房源真的是太少了 此外 近于市场的新上市房屋数量 比疫情前的一般水平减少了29% 供应短缺导致潜在买家之间的竞争加剧 7月在房屋销售中 买家签订合同的时间平均只用了12天 明显快于2018年和2019年的平均水平 这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放到市场上面来卖 只要12天均平均了 就已经选定了买家进来esco 房地产市场将继续降温 但不会崩溃 创纪录的高借贷利率 供应不足和首次购房者推高了价格 但预计未来12到24个月 价格将放缓和保持平衡 利率上升可能会导致价格回落 并使买家的负担加重 即使这样 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因为价格使一些买家难以进入市场 总体来说市场仍将保持强势 但热点市场将走向平衡 虽然全国房地产市场不会崩溃 但由于利率上升 未来几年一些区域市场的房价可能会下调 较高的利率可能会导致负担能力下降 从而可能导致某些利区的买家减少 因此此前房价快速增长的利区 可能会出现房价放返甚至下降的情况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这可能只是暂时的挫折 因为长期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趋势 仍然有利于房地产市场 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房地产投资报告的分析 当今的房地产市场是专家们争论最多的话题 真的我看到YouTube很多的博主 特别是老外博主 针对于2023年2024年2025年 这几年的房地产市场完全是不看好 很多的话题都是崩溃崩溃崩溃 但是也是很难啊 所以大家在看YouTube在看视频的时候呢 自己要有一本账 不要被这些博主啊 讲到你的心理区了 哎呀会不会跌啊 那我就等两年再来买啊 但是你要考虑清楚啊 这个不是买白车啊 等一等啊 如果说有好的房子 如果说适合你自己的心意 然后你的财力有刚刚好够 那么还是要值得出手啊 尽管对于历史上紧张的房地产市场 是否会崩盘 尚未达成共识 但很明显 市场依从从前的高点 险距降温 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仍然是卖方市场 房价上涨 库存低 抵押贷款利率上涨 这时的购房成为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 但对于有准备的买家来说 仍然有机会 在这一篇分析中 我们将讨论最新的房地产市场预测 尽管最初担心 疫情大流行导致房地产市场会崩溃 堪比大萧条 但市场仍保持稳定 然而还有一些关键因素需要考虑 例如房价上涨 以及供需时衡导致的房屋销数可能下调 未来几个月和几年 房地产市场的主要预测 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和通货膨胀 使购房成本更高 预计未来几个月和几年 房地产市场将继续降温 然而预计房价仍将上涨 但是速度会放反 由于房屋供不应求 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 房地产市场仍将是卖方市场 然而人们对房地产市场的担忧依然存在 特别是住房供应短缺和利率上升 供应短缺一直是房价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但不断上升的利率正在一致 潜在卖家和新建建筑 去年以来抵押贷款利率大幅上涨 进一步加剧了本益昂贵的住房市场 使其变得更加难以陈述 疫情期间 速高需求 低供应和创纪录低抵押贷款利率等因素的推动 房价迅速上涨 然而抵押贷款利率的突然飙升 减反了市场的增长或承受能力 和希望购买房子的买家带来了挑战 根据以上两份报告分析 确实很有借鉴性 但是我觉得如果通胀控制不了 利息高涨不下 实业率必定再次上升 实业率上升 房源必定增加 房价必定费有回落 但是需要多久 明年底还是什么时候 我们要看以后的市场刺激因素的变化 再来做出买房和投资物业的计划 还是一样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来决定买 还是周房计划 一句话 买房要开心 这样住的就安心 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生活 要虚心 就是这三个心 好 针对于这两个分析 我想很多的朋友 在你的心目中 针对于2024年的房地产的预测 你有你的经验 或者你的心得 请你在我视频下方的留言区留言 让我跟看我视频的朋友 从你的留言区学到更多 在2024年是买房 还是是等待的一切心得 还是一样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 请你订阅 关注 转发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在美国买房 卖房的经验 谢谢您 我们感恩